家具也能够帮助身体的律动 而将家具结合律动频率的运动家具公司 特别在花莲的远东百货举办了 健康回栏律动传爱的公益服务 即健康讲座活动 除了宣告在花莲社会 传达在家也能够轻松享受被动式的运动 也捐赠了全身垂直律动机给秀林乡民 作为第一个社区律动的据点 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同时来照顾原住民的健康 今年6月中进驻远东百货花莲店社会 将家具结合最佳律动频率的 Big Green运动家具民跟公司 多年来致力于运动医学与附建医学研究 更长期关怀弱势族群 30日下午举办健康回栏律动传爱 公益服务即健康讲座 宣布捐赠全身垂直律动机 给花莲秀林桑瓦黑尔关怀文教健康 创意产业协会 作为第一个社区律动据点 推动后续促进人民健康计划 推捐赠这台垂直律动机叫F1 会帮助他们偏向的居民 先从预防胜余治疗开始 让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使用一个垂直律动机 就用律动来保养他的身体健康 而且可以减缓他们的失能 负能总比仰赖后面的医疗资源 来得更有效 所以这是我们的其心动念 那真的非常的希望 不只是花莲乡亲 还有全台湾其他各地的天乡的 远乡居民都能够有机会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公益方案 能享受到我们的律动机 也能够有在地的团体 愿意来共襄盛举 来提供陆续的研究计划 跟长期的律动指导服务 营运掌赖属于感谢子季大学社会责任推动计划的副教授蔡娟秀居中牵线 除了捐赠仪式活动也邀请台湾健身运动医学推广协会理事长陈俊中博士 以运动是良药的理念进行专题讲座 目前市面上唯一垂直律动科学验证的就只有我们的公司 而且在受服、在相关的一些研究 我们有100多篇的专例 然后40几篇的临床研究 我们就要证实说它是对人体的一个帮助 去解决我们现在人比较没办法运动、没时间运动 对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一个台湾的发明 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服务到我们相关的一个受众 家里有行动不定的老人家 或是有长照需求的 它是非常的适合大家来选用的一个商品 那花莲原版在未来的半年 我们都还会陆陆续续把更多的商品 介绍给所有的花莲乡亲 包括女装、包括家用、包括餐饮、包括影响 都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品牌进来 我们今天只是先打第一套而已 OK 未来的半年我们一定会提供更多元的商品的选择 供给花莲乡亲更多元的需求 明根公司历经十多年研发与临床验证 在垂直律动与水瓶律动疗法的学历基础下 推出律动沙发、运动舒压椅以及等树律动舒眠床等产品 穿它在家就能轻松享受被动式运动 更多相关讯息 花莲乡亲可亲临远百花莲店三楼专柜实际体验 记者讲帮演 火灵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